你 我到底还是放不下 小五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三哥 那眼神专注真挚纯净 小五 没想到我才是这有缘之人 哥 我终于明白了 哥 那个传说一定是真的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小五 你吃下它吧 它会给你最好的帮助 不 大师说得对 这样一株仙草 又怎能让人舍得将它服用呢 你不是说过 只要它认主后 就永远不会凋零 我要让它一直陪着我 爱它 恋它 可是 哥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努力修炼 不会被大家落下的 那你就好好保护它吧 它也会一直守护着你 一定都是 确值 我 哪有 楂 是 大啊 起 来 我究竟要不要离开她 如果不离开 恐怕能和她一起回来的风号陡落 迟早会对我不利 不 我不能走 我发过誓永远都不离开她的 只有和她在一起 我才能感受到妈妈说的幸福